见到《第一线》第2869章 何谓命官 苏毅沉睡间 隐隐约约听到一阵稀奇古怪的声音 可却像远在天边 听得模模糊糊 命者 天之兽 生之初 我之大道 早已窥破命运之密 这命书 当由我执掌 痴心妄想 但凡被命书拘押者 哪个能逃出这命运繁荣 命运无常 无常及牢狱 参不透 就打不破 奇怪 那姓肖的书生都已经死透 为何他留在这命书中的印记 却不曾消散 那姓肖的 就是个该牵刀的骗子 各种声音响起 嘈杂无比 不时会有激烈的争执吵架声 夹杂其中 苏毅骤然间从沉睡中清醒 旋即 所有的声音都凭空消失不见 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他眉头微皱 看向手中的泛黄书卷 书卷并不厚 只一寸有余 陈旧泛黄 看起来极为普通 可真正拿在手中 就能发现 这一部书卷 才智极为特殊 似玉非玉 似指非指 以前时候 苏毅曾试过各种办法 玉图打开泛黄书卷 可全都没用 这卷书连一丝一毫都打不开 以神识感应 只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奇异力量 覆盖在这卷书上 就像一把锁 彻底将书卷锁死 可现在 随着苏毅端向意外发现 不知何时起 书卷第一页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缝隙 虽然只是肉眼难见的缝隙 可这种变化 已让苏毅心中一震 早在当初抵达命运长河时 苏毅就发现 这部命书能够无声息地 从命运长河中汲取力量 当时苏毅就做出判断 打开命书的关键 必然就在这命运长河中 而此时 随着命书第一页 出现那一丝微不可查的缝隙 让苏毅愈发印证了这个判断 我现在就在这命运长河中 或许可以尝试找一些 能够让命书产生变化的办法 苏毅暗自私存 命运长河之下 光怪陆离 分布着不知多少不为人知的宝物 这其中 或许就藏着能够打开命书的物品 只是 让苏毅心中困惑的是 之前在沉睡中听到的那些声音 又来自谁 听起来就像有十多个人在争吵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声音极可能来自于手中的命书 略意私存 苏毅摒弃杂念 再次入睡 只不过这一次 他在沉睡时保留了一缕清醒的意识 可遗憾的是 却再也听不到那一阵奇怪的交谈 奇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这命书中镇压了许多生灵 而他们已察觉到自己注意到他们了 苏毅思存许久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就不再多想 袖袍一挥 小女孩无邪 曾心和凭空出现 老爷 还能见到您 简直太好了 小女孩满脸激动和喜悦 曾心和明显也暗松一口气 却笑到我就知道 以祖宗的手段 肯定能逢凶化吉 苏毅眼神温和 对小女孩道 这次不止害你负伤严重 还折损了一批罪魂 你可怨我 小女孩头摇得像波浪鼓 连忙到能为老爷做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 苏毅认真道 说实话 小女孩一正 旋即低下头 双手捏着衣妹 紧张兮兮道 有那么一点心疼 苏毅道大胆说出来就是 我不怪你 真的 小女孩犹豫 真的 苏毅道 小女孩一下子哭出来 我还是头一次吃这么大亏 恨不得亲手宰了那屠驴 她泪水巴达巴达掉落一地 小脸上写满了愤恨和委屈 老爷 我真的不恨您 也不愿您 我就是气不过 想弄死那狗日的屠驴 她她 太欺负人了 一时间 曾兴和都一阵错愕 看不出这位万恶主宰的伤心 是装出来的 还是发乎内心 苏毅抬手揉了揉小女孩脑袋 别哭了 以后我帮你出气 并且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请求 只要不过分 我就会满足你 真的 小女孩惊喜 一把擦掉脸上泪水 老爷 您可不能骗人啊 苏毅笑道你不妨说 一个请求试一试 小女孩眼珠滴溜溜一转 小心翼翼道我 我现在没什么想要的 以后想好了 再跟老爷说行不行 苏毅点头道 可以 小女孩顿时笑容灿烂 眉飞色舞道 老爷 我今天才发现 您把我当自己人了 曾兴和不禁愣住 老祖宗随口的一个安慰而已 值得您这样一位万恶主宰 如此高兴 苏毅呼地将目光 看向曾兴和 这一次 你表现得也很不错 先送你一壶酒 别嫌弃 以后有机会 再给你不点好东西 他抬手把一壶酒抛过去 曾兴和联盟接住 不禁新潮澎湃 语无伦次道 祖宗 孙子我何德何能 竟能被您这般厚待 我 我受之有愧啊 话虽这么说 他脸上已眉开眼笑 何不拢嘴 双手死死抱着酒壶 声孔被人抢走似的 小女孩翻了个白眼 这孙子当得的确深谙 不要脸的精髓 接下来 苏毅吩咐了一番 大意是说 自己要在此地 盘缓一段时间 两人也可以在此进修 但只要紧记别 擅自闯入其他地方便可 小女孩和曾兴和 痛快答应 同一时间 在这五彩密切的 那座山峰之巅 宫殿内 孔雀妖黄坐在一张蒲团上 道 一个未曾真正执掌命书的人 可配不上命官这个称号 不远处 同样坐在蒲团上的新产子 脸色微变 老孔雀 你这是何意 孔雀妖黄容貌年轻名静如少女 但被新产子称呼 老孔雀却并不在意 他神色平静到 他连命书真正的秘密都不清楚 怎可能是那传说中 一言能定我等生死的命官 我只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罢了 新产子挠了挠头 可命书就在苏大人手中 传闻中不是说了吗 手持命书者 即为命官 一如命运长河上 一切生灵之主宰 生杀与夺 皆在命官一念间 孔雀妖黄道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他无法打开命书 就无法做到这一步 哪怕被称作命官 也名不复实 顿了顿 他心谋深处 泛起私存之色 我们这些诞生于 命运长河中的生灵 在宁结本命子那一刻开始 就等于踏上了一条通天之路 可同样在宁结本命子时 一身性命和大道本源 都已融入命运长河的 规则秩序之中 而在洪荒时代 就有多位妖族 曾印证一件事 在我们宁结本命子那一刻 无论是谁 其本命子都将出现在命书上 听到这 新产子身躯一江 脸色顿变 这传闻竟是真的 孔雀妖黄道 不错 这就是命书的可怕之处 谁能掌握命书 谁就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本命子 这才是命官的可怕之处 生杀与夺 皆在他一念之间 说着 孔雀妖黄长吐一口气 可看得出来 那苏义还做不到这一步 新产子神色一阵明灭不定 试探到老孔雀 该不会是另有想法了吧 孔雀妖黄反问道 你就甘心 去给一个假命官当奴才 只为有朝一日 某一个艺人得到鸡犬升天的福源 新产子满脸苦恼之色 正正不语 许久 他深呼吸一口气 道的确 如今命官大人苏义 在你老孔雀的地盘上 只要你愿意 随时可以把命书抢到手 难怪你会心动 孔雀妖黄静默不语 新产子呼得一咬牙 哀求般说道 老孔雀 听我一句劝 不要这么做 命之一字 玄之又玄 命书能被苏大人所得 便是命术使然 话而言之 他就是命书清定的命官 哪怕现在无法掌握 命书的奥秘 以后肯定行 你若去抢命书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可如何是好 说着 新产子语气沉重道 我可不希望你做出 这样的蠢事 孔雀妖黄神色平静 说完了 新产子急眼道 难道你真铁了心要去抢 不行 我绝不会让你这么做 说着 他猛地起身 怒道 老子来是找你帮命官大人的 可不是让你害命官大人的 孔雀妖黄抬眼看着气急败坏的新产子 呼得轻声一笑 我何曾说过 要这么做 新产子一愣 难道不是 孔雀妖黄微微摇头 你我一起共欢难过 相识至今 我何曾骗过你 他伸出一只雪白纤细的指尖 轻轻抹撒着眉心的一抹五色云纹图腾 眼神也变得讳莫如深 换作今天遇到那白衣僧人之前 我兴许会产生抢夺命书的念头 但 在遇到那白衣僧人之后 我已不会再有任何惦念命书的想法 新产子物字不信 此话怎讲 孔雀妖黄缓缓道 我姓命也知命 但在未曾从命运长河中超脱前 也不得不遵从冥冥中已注定的事情 今天的事情 就让我深刻体会到 何谓冥冥中的命数 何谓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那苏亦能活 不再与我出手相救 而在于今日之杀劫 本就是一场命运的安排 听到这 新产子若有所思 隐约有些明白了 第2870章 袍祖坟的典故 很久以前 孔雀妖黄曾救三位佛陀于冰死之际 这是救命之恩 新产子前来孔雀妖黄的地盘做客 是为了能够和苏义重逢 顺便为孔雀妖黄引荐给命官 这是知欲之恩 固有之情 而这一切的因果限 都在今日一场大战中汇聚 三位佛陀的化身白衣僧人 孔雀妖黄 命官苏义 新产子 不同的因果限 彼此交错在了一起 一切都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注定 故而 当孔雀妖黄在那一战中刚出现时 才会问白衣僧人是否性命 白衣僧人自然明白 孔雀妖黄说的是什么 他清楚 这不是巧合 而是一种命述的应兆 故而 白衣僧人才会说 未曾从命运秩序超脱前 哪怕不认命 也要性命 知命 故而 他才会问苏义是否性命 苏义的回答是 人定胜天 命有己定 但 不认命 并不代表他不相信命运的存在 若命运不存 这命运长河 又怎可能永恒存在 这一场杀局中出现的多条因果线 也让苏义体会到何谓命运的安排 若非当初和新产子相识 今日杀局中 新产子不会出现 孔雀妖黄不会出手相助 若非自己执掌命书 又不可能和新产子相识 而自己和白衣僧人之间的诉仇 与孔雀妖黄和白衣僧人之间的救命之恩 又因为新产子而关联在一起 于是 一场因果交错 冥冥中自有定数的大战 就这般上演 白衣僧人不甘心 要打破这种既定的命运因果 可惜 最终还是失败了 也是这件事 让孔雀妖黄深刻意识到 这绝对是命运使然 他同样清楚 哪怕自己不出手 凭手中的命书 也足以让苏毅 进入命运长河之下 避开那一场杀身之祸 命术 命术 自虽不同 却隐然有一种 玄之又玄的关联 命术使然 不 严格而言 是命书使然 若无命书之主 今日之杀局 那苏毅又如何能脱困 这一切 也由不得孔雀妖黄 不得不相信 今天发生的一切 皆和苏毅掌握的命书有关 这就是知命 故而 无需新产子提醒和劝阻 他也不会去抢夺命书 命字 玄之又玄 而命书这种 牵扯命运玄机的禁忌物品 让孔雀妖黄 都不敢心存窃取之心 不怕一万 就怕那个万一 相比起来 像新产子那般 和苏毅结下善缘 无疑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 哪怕对方如今并未真正掌控命书 可以后呢 而新产子 也隐约明白了这一点 不禁长松一口气 道老孔雀 你刚才可真把我吓了一跳 孔雀妖黄神色平静道 那是你太小觑 我如今的心境和眼界了 新产子笑道 对对 只怪我眼窝子太浅 以己夺人 庸人自扰了 你打算何时回你的地盘 孔雀妖黄问 新产子不假思索道 命官大人何时离开命运长河 我就何时返回 孔雀妖黄略意沉默 道 这样的话 我得提醒你一句 小心被我牵累了 新产子错了 什么情况 你莫非招惹什么大祸了 孔雀妖黄没有回答 只说道 等以后你就知道了 新产子紧张道 会否牵累命官大人 饶是孔雀妖黄 性情一向冷淡如水 都不经一正 在你心中 那苏意如此重要 新产子笑呵呵道 我也信命 虽然还未曾知命 可既然认了命官大人 事实为其分忧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孔雀妖黄沉默片刻 道住你傻人有傻福 从这天起 苏意在五彩密戒中住下 身居简出 潜心修行 在这里 宛如与世隔绝 再没有纷壤纠葛 偶尔新产子会前来拜会 但得知苏意在进修 便不打扰 只拉着曾心和饮酒对谈 曾心和性情豁达 为人不拘小节 和新产子很是投缘 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偶尔曾心和还会主动拎着酒水 去拜会新产子 两人对酒当歌 纵论古今 煞事痛快 小女孩每天都会坐在宫殿前的 世界上发呆 捧着小脸 看着那在风中摇曳生姿的紫竹林 没人知道 她心中在想什么 至于孔雀妖黄 的确像新产子所说那般 性情寡淡如水 不喜应酬 从返回五彩密节后 就一直在自己的宫殿内进修 这样的日子 平淡如水 可对苏意而言 却享受到了难得的清宁 不必理会任何琐些事情 一心淬炼大道 就给人以充实欲贴的满足感 短时间内 她是不会离开了 在文州星空深处 那一场地战落幕后 整个永恒天域 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举世未知震动 引发轩然大波 地战 从末法时代落幕 开元时代延续至今的 百万年岁月中 从不曾发生过 更别说在这一战中 有多位天地亲自下场 这一战上演时 文州的天地气象 都遭受到严重冲击 产生诸多金氏灾结异象 据说文州外的星空 都差点被毁掉 星辰陨落如雨 据说 这一战中 恶天地 文天地 扶摇天地 长恨天地四位联手 几乎差点杀死红袍天地 这一切都让人难以平静 连上五周那些大势力 都被惊动 连那四方之海 五大天都 六大净土 都在到处流传 和这一战有关的消息 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当属一件事 苏义 那个执掌轮回 何纪元火种的剑修 不止在九要禁区 一战中活下来 并且得到了九要赤灵 而其背后靠山 便是红袍天地 据说那一场 重地亲自下场的绝世大战 就是因为要对付苏义而引发 而红袍天地之所以 差点战死 同样也是为了庇护苏义 这让谁能不惊 一个据说只是逍遥境的剑修 却在文州闹出这么大的风雨 谁又能想到 不过 这一战最终的结果 却无人得知 没人清楚 差点殒命的红袍天地 如今究竟在何处 也没人清楚 苏义又是否已经遭难 那些天地返回后 都对此觅而不宣 可越是如此 越引发天下的热议和讨论 有好事者 更是把这一场 发生在文州之外的大战 形容为开元时代第一场地战 而苏义 则成为天下最具争议 最富有传奇的一个剑修 他的生死 红袍天地的下落 也成为天下人为之 众说纷纭的谜团 立心见斋 一座大殿内 一身锦衣 手握玉扇 容貌如青年的云无香 脸色阴沉地拎着一个头颅 这是一颗狗头 正是被李三生以化灵之术 炼为狗头的黑牙 李三生这皮肤竟还活着 云无香眼神深处 涌动着浓烈的杀鸡 事情的经过 他已从黑牙口中了解 自然清楚 在文州地战中 是李三生的出现 毁掉了黑牙 也让吕红袍逃过一劫 回禀主上 李三生的确活着 并且拿着建帝城大老爷的配件 血满头 黑牙声音中透着恨意 若不是他 吕红袍早已死透 苏毅也休想逃出生天 碰 云无香直接把狗头扔在地上 狠狠踩了一脚 之前你不是说 此次行动十拿九稳 黑牙的狗头发出一阵惨叫 主上 你也没说李三生会出现 更何况是属下 云无香气得 又在狗头上连踩了几脚 废物 怪不得李三生不杀你 像你这种废物 哪怕活着 都没一点用处 黑牙不敢吭声了 看出云无香是在气头上 许久 云无香终于冷静少许 道 李三生给了你一条活路 就没说什么 黑牙道李三生说 在我身上有一道烙印 其中记载着 见地成大老爷 给您的一番话 云无香眼眸一宁 拎起黑牙的狗头 略意打量 果然发现了一枚印记 只是当看清其中内容 云无香脸颊 一下子变得铁青难看 气得差点一把 捏碎黑牙的骨头 印记的内容 其实没什么玄机 纯粹是挖苦人的难听话 和你家小师叔不胜寒相比 你云无香 真是个十足的废物 知道你不服气 可你他娘的有种 倒是亲自来打我了 对了 以后回命运彼岸的时候 我再去你家祖堂走一遭 把你家列祖列宗的祖坟 重新刨一遍 问一问他们厚不厚毁声了 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窝囊废 之前的讽刺还好 云无相还能忍受 当看到最后刨祖坟这些字眼时 云无香气的浑身哆嗦 差点暴走 因为很久以前 建帝城那位大老爷 仗剑走天下 为了杀他云无相 不惜杀进他们宗族祖堂 把那些个祖坟都给挖地三尺 为的就是找出他云无相的藏身之地 最憋屈耻辱的是 当时云无香的确藏身在一座祖坟附近的禁地内 这件事曾轰动众玄道须 也让云无香成为天下的笑柄 祖坟贝瓦 这是何等奇耻大辱 而躲在祖坟中都没逃过一劫的云无相 自然成了天下人眼中最大的笑话 而今 第一世心魔就是重提 不亚于揭开了云无香心中最大的伤疤 让他如何能不怒 其人太甚 云无香一咬牙 立声道 来人 让那江无臣的心魔 给我滚过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